欢迎回来独裁,令你有钱的地方 上次跟大家说完,你要怎样认知一间公司的价值 才能真正获得一些倍升的机会 中间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催化剂 不知道大家本身对催化剂的认知是否深? 这里并不是说你整面包容的 Catalyst 而是说一些足以影响到股价,令它大幅波动的一些重要的催化剂 今天也会和大家透过游轮公司去学会 到底什么是催化剂,或者怎样的事件 可以影响到一间公司的股价大幅波动 如果你觉得今天说的有用的话,也希望你可以like,share和subscribe 你们每个的支持,对Ascent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当我们将时间回到四年之前,2020年1月的时候 那段时间你会发现,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短短的三个月时间,由平均每股大约50元 跌至7-8元,十分之严重 但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在它跌9成后选择买入呢? 就是因为对未来的期望 而这些对未来事件的期望,就是催化剂 为什么我今天会拿它做例子呢? 原因就是,在这几年时间里 所谓加列万邮轮经历了十分之多的催化剂 第一个就是暴跌完之后,就是他们会期望 市场会在大跌之后,因为大幅放水资金流入 而迎来一波很强的反弹 即是当美国旧市时,由新资金流入的话 那么很多跌得厉害的股票,都会因为有更多散户的加入 而迎来一波很强的反弹 而第二点就是,其实邮轮这东西会不会永久消失呢? 假设如果它的债务不是那么严重 是可以应付到的水平的话 那么只要疫情完结了,或者即将完结的话 它就必定会迎来反弹 第一,这类型的公司,其实入门的门槛很高 不容易有新的竞争者入场 第二,其实邮轮或旅游 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无可取代的需求 即是你不会因为有科技的法子 不会因为有AI,就选择不坐邮轮,不去旅行 所以这个对旅游必定存在的需求 以及疫情过后必定会迎来的复苏期望 就形成了催化剂意 第二,就是大家会开始赌 现在买入,而疫情解决 它将会有一波非常强大的反弹 而这两个催化剂也令到2020年的下半段 即2020年的11-12月 它是由5-6元逐步反弹到24元 甚至乎更多 这就是催化剂的威力 如果你发觉一间公司 在未来可期的将来 会有些事情发生 那些事情只要一落实 就会大幅推动公司的股价 这就是催化剂的魔力 刚刚说了有关 新资金流入 有关旅游复苏 而除此之外 它还有第三个催化剂 作为一个严重受害于疫情的公司 其实有很多人都是倒坑 会有机会破产 或者倒坑大跌回不了身 所以在那段时间 有极大部分的投资人 都是在组空游轮 或者旅游相关公司 而也是因为这个空头部位 那么高的原因 令到它得已坐到另一个浪潮 就是大家在耳熟能场 在2020年年尾 发生的所谓GME扎空事件 在那段时间 但其实有很多散户 都针对很多机构 大手做空的公司 透过不断买入 迫他们回补空单 然后赚大钱 所以嘉年环游轮 作为一个被很多机构做空的公司 就进入了这些所谓GME 散户的雷达 然后因为他们发现 这是一个极大的参与机会 亦都造成了 它再次由十几二十元的价钱 暴冲反弹到三十元 甚至乎到三十一个半 这个就是所谓吹化剂3 是一个比较特殊 少见的吹化剂 就是当有些市场事件 导致大量资金流入去 这件事 都会令股价大幅提升 所以这个也是 2020年期间 会由最低的几元 升到三十多元的原因 之后你会发觉 经历了这堆吹化剂 如果吹化剂过期 后会发生什么事 按照你观察整个邮轮公司 2021年年初到2023年的时间 你会发现 它基本上 由三十几元跌到六元七元 基本上所有升幅都灭绝了 而这个也是解释了 为什么吹化剂那么重要的原因 因为吹化剂这件事 有机会可以短期之内 造成一个股价大幅提升 但是如果吹化剂过期 或者说当吹化剂生效后 公司又带不到应有的预期 给所谓投资人的话 其实最后它的股价 都会回原位 而很明显地 21年、22年、23年年头 这些时间 其实疫情是尚未解决的 所以这个也造成了 它长期的股价不断阴跌 然后落到原本的低位度盘整的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而到这里 终于它都迎来第四个最后的吹化剂 那是什么呢 即是大约到2022年年尾 到2023年年头 那段时间 大家在抗疫的时间 终于看到一丝处缸 就是开始看到 在未来那段时间 有机会 可能每个国家都会放宽 对疫情的监控 放宽 旅行的监控 所以 到了2022年尾 至2023年年头 那些时间 又会有投资者 因为第四个吹化剂 而决定介入游轮 或者旅游业的投资 原因很简单 如果它的业务可以恢复 当它真的可以搭游轮 去旅行的话 很明显地 它就会有一个极大的需求 因为有报复式旅游的消费期望 大家会觉得 那么久没去过旅行 如果一有得去 还不立即大手去? 不断去? 所以这件事 就是为什么 旅游业相关的一些公司 在那段时间 可以升了这么多 可能由6元 升到18元的原因 而这个 亦是再次显示出 其实吹化剂 对股价的影响有多显著 因为你会发现 如果一间公司 在未来一两年都没有吹化剂 其实它很大机会 只会随着业绩公布 或者有人婆收购 或者被收购的消息出现的时候 才会有波动 但是如果你说 有些公司 好像邮轮 或者旅游公司的疫情期间 就有机会 其实在中间 你已经可以预期 未来会发生一些 严重影响股价的事件 令到你可以及早介入 并且等待那个时间出现的时候 获利尼长 这也是为什么 Sam 会今天选择 用邮轮公司去做例子的原因 因为 当你看回邮轮公司 这三年的股价波动 你就独特地 可以找到四种不同的吹化剂 去解释 为何它的股价会大幅波动 大幅提升 回到原点 然后再反弹 希望今天说的 有关吹化剂的内容 可以引导你思考 你自己买的公司 你想买的公司 或者帮你做一些明智的投资决定 如果你觉得今天说的有用 都记得 like和subscribe 我们下次再在独裁 跟你说一下钱的问题 拜拜 拜拜